想要烤肉好吃 重点当然是在肉 接下来我们请来全台湾最有名的 牛排教父邓有葵带您去挑好肉 邓大师带我们去的店 可是专门进口美国跟纽西兰牛肉的鲜肉超市 肉到底要怎么挑 怎么切 怎么烤最美味呢 以下请听牛排教父邓有葵教您撇步 爱吃牛肉的老涛都是跟着他跑 到底什么样的肉最适合买回家自己烤 曾经待过新兵 帝国 国宾 维多利亚等高级牛排馆 人称牛排教父的邓有葵 要传授你挑肉的秘诀 代表主要我们知道 现在越来越多家庭主妇 喜欢自己买些牛肉 然后到回家来做DIY的烧烤 可是到底要去哪里买这些好的牛肉呢 我今天特别带你来这一家牛肉商 它基本上面也有批给饭店 还有高级餐馆的 不过它特别的地方 它是有另外一个小零售部门 所以说小家庭也可以买到这种小包装牛肉 牛排教父邓有葵说 挑队部位最重要 像是乐眼星 雀骨牛小排 还有纽约克 都是烧烤首选 热眼星 热眼星 那基本上面呢 它切的厚度 大概是在0.8到1公分 不能太厚 不能太厚 因为家里的烤架的温度 就是比较 没那么高 所以适合比较短的烧烤 接下来的纽约克 可是不能挑到带走筋的肉 挑肉的时候 不要挑里面有筋的牛肉 假如你要是挑里面有筋的牛肉 因为筋的部分筋会烧烤 烧烤的时间是很短的 是 所以呢 那筋因为烧不过去 反而你会吃到摇杆都是筋 就会咬不动 对 会比较咬不动而已 所以家里有老人啊 那可能想来咬一咬就掉了 是是是 所以就比较难咬 去骨牛小排的油花分布均匀 带有适度咬劲 也非常适合拿来做烧烤 只不过台湾人爱吃的北厘牛排 确实邓师傅眼中烧烤黑米丹 北厘牛 如果基本上面它味道比较淡 那因为它切的时候厚度 为了要保持有牛肉质的话 后面备的牛排 我会比较建议拿来做烧烤 所以说烧烤还是用牛小排 对 热眼心 跟纽约克最好 是是是 牛肉不错 不同产地的牛肉 也有不同的风味 美国牛肉有玉米甜味 牛奥牛肉崇尚自然 许多老饕热爱鲜甜的美国牛肉 顶级的美牛可系氛围 PRIME和CHOICE两种等级 仔细比较镜头前的两块牛肉 油花分布均匀的是PRIME等级 又称为双酱牛肉 尝起来口感软嫩多汁 价格可是CHOICE等级的1.6倍 牛肉买回来了 是啊 我们刚刚买的好像是冷冻牛肉 是啊 没有错 解冻是不是很重要 那你明天要烤的时候 假如移到了你的冰溫的冰箱 是零度的话要提早一天 提前一天解冻 放到冷藏 放到冷藏的地方 所以我妈妈跟我讲说 把它放在常温下 这样解冻是错误的了 是错误 不推荐 为什么 因为肉的温度很难控制 烧出来也比较不好吃 所以解冻千万不能放在就是什么厨房 就给它这样 不是错误的关系 卫生也有问题 接下来要烤肉啦 炭火一定要烧到明火状态 就是只烧到灰白色 温度最稳定的状态下 才可以上烤网 我们小时候烤肉 妈妈最喜欢把肉先腌过 有没有 超入味的 可是你怎么没有腌过 我是这样子 因为好的牛排 不太需要腌过 邓师傅说 好的牛肉 只用少许盐巴和胡椒调味 在明火状态下 烤30秒肉汁冒出 立刻翻面 发点现磨海盐 搭配进口红酒 就是邓师傅品尝好牛肉的 黄金方程式 究竟不同等级 不同价钱的美国牛 口感差在哪 先来尝一公斤 要价1200块的吉黑牛 这一公斤要价1200块 对 不错汁 它的肉汁很丰富 然后呢 油花的分布得很细腻 就是感觉送入口底 因为我们刚刚烤到全熟 如果说没有烤那么熟的话 搞不好会更容易更换 再来是CHOICE等级的纽约客 一公斤成本750块钱 味道比较淡 比较淡 然后它的肉汁没有这么多 没有它现在还夹那么juicy 然后旁边还有一块筋 就是比较难咬的部分 颜色出来之后 前后吃完两种不同等级牛肉 可以清楚明白 一分且一分货 只要买到鲜嫩多汁的好肉 再记得邓师傅教的PEPPO 今年中秋节 全家的烧烤大餐 肯定能够大成功啦